Hello everyone, learn Chinese with music, sing Chinese with us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朋友这首歌的歌词部分 它的歌词比较少,只有四句话 所以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风和雨放在一起 在中文中常常用来表示生活中的困难 比如风风雨雨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 现在感情特别好 那在歌词里风雨就更常见了 比如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还有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还有 它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它跟泪不要问为什么 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它回顾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有不顺利的时候 也有自己哭的时候 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但是它还记得自己的目标 在生活不顺利的时候 也没有放弃 寂寞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想和朋友和家人和大家在一起 这种感觉就是寂寞 比如孩子去上大学之后 妈妈一个人在家 觉得很寂寞 回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回头看 这个一般用在文言文中 文言文就是中国的古代汉语 现在我们用回首常常是用来指 想念以前的事情 回忆以前的事情 比如回首四年大学 有遗憾也有幸福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只有真心理解你的朋友 才会懂你 会在你不在的时候 想念你 会回想你们一起做过的事情 期待着最终见面的时刻 朋友一生和一辈子 都是指的是你从出生 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所有时间 那一杯酒是什么呢 有时候你和中国人喝酒 喝到激动的时候 你的中国朋友他脸壁红了 感觉有很多话想告诉你 等了半天他只是说了一句 兄弟都在酒里了 然后把自己的酒给喝完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他就是太激动了 所以他现在想不出来 应该怎么表达他的激动 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那为什么酒可以用来表达他的激动呢 这个啊就要来说一说 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了 在古代的时候 酒的制作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古人也觉得 酒是所有营养的浓缩 我们常说 集天地灵气 日月精华 那这么精美 这么珍贵的东西 自然是要珍惜 只能在重大场合才能使用 比如祭祀啊 战争前的送行仪式啊等等 那后来酿酒技术得到发展 酒在普通人中也开始普及 普通人也基本继承了这样的观念 在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日子里 在大喜大悲的场合 总是要用酒来表示 对这件事的重视 对这个人的重视 今天我们只要来说朋友这首歌 所以酒文化里其他的方面 我们就先不提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 欢迎留言 我们可以专门来说说 喝酒背后的意义 但是不得不说 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很多人已经把喝酒 当做喝白开水一样 家常便饭了 你呢 你喝酒吗 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喝酒呢 朋友不曾孤胆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想 还有动 还要走 还有我 不从就是没有做过一件事 这是一个书面语表达 比如 自从我开始上课 我不曾忘记过做老师的责任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不能时时刻刻在一起 但是我不曾孤胆 因为我的朋友 不管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心都和我在一起 他们也总能理解我 他们也总能理解我 理解我的困难 我的伤心 我的痛苦 他们也支持我去追寻我自己的梦想 好了 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有一辈子的好朋友吗 你和你的好朋友做过一件什么事情 让你到现在都难忘呢 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 今天的电子书也已经准备好了 链接就在下面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留言 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我们下一周再见 好吗 拜拜 拜拜